弟兄姐妹平安 我叫皇上仁 我是Black Hawk教会华语部的牧师 感谢主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 我们来分享神的话 研读神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讲道 还有整个崇拜 会比平常再稍微缩短一点 大概预计缩短五分钟 让大家怎么样会后 因为我们今天的大厅很丰富 就在我们外面走到大厅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事工博览会 让大家在那里可以更多的了解 我们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服饰 我们可以去关心 我们可以去参与 我们可以去服饰 那我进入今天的讲道 是一个新的系列 我提一个比喻说 我们都知道水 水它透过雨水降到 比如说到山上 在山上这个水流成河 流下来一路流到海里面 然后再从海里面 水蒸气蒸发 然后再变成云 然后云再飘过来 然后再雨再降出来 所以这个是 大家我们都知道的 水的一个循环 有没有 它水也可以变成冰块 也可以变成蒸气 对不对 但是水 如果它不动的话 它是固定的 静止的 它很容易 它过不久 它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在那里 那为什么我讲这个比喻呢 因为我们人的灵性 也是跟水很像的 如果不流动 很容易就变成一滩死水 我们这个系列 这个新的系列只有两个讲到 叫做爱心 服侍 成长 这是我们这个新的系列 一个在灵里面生活的人 上个系列我们叫灵里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的人 他的人生状态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处于一个循环当中的 那这个循环里面有三个元素 我们看投影片的一张图 下一张图 这个循环里面是先有这个爱 如果我们去爱一个人 我们愿意去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动自发的 会去随着圣灵领导去服侍他们 然后当我们服侍的时候 我们很奇妙的 如果我们只带着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跟灵性来服侍对方的话 我们自己也会跟着成长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圣灵所赐给我们的 一个灵里面的良性的循环 而且是实之看得见的 因为我们在服侍彼此 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所以当我们去爱别人 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 我们更妙的 我们自己也得到成长 这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礼物 那这就和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还有前面的五讲 整个系列 它是连贯的 它是一连贯的 因为怎么说呢 记得我们整个系列 我们的那个主题经文是什么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弟兄们 你们蒙昭得了自由 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 放纵情运的机会 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 爱人如己 这句话里面成全了 当我们来用谦卑的一颗心 用爱心来彼此服侍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做主耶稣 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就在遵行主的道 我们就在满足神的心意 因为怎么样 主耶稣他自己 就是用爱心来服侍我们 刚刚这句话说什么 用爱心彼此服侍 他的希腊原文里面 是讲说 他不是用彼此服侍 他是说 在爱中成为对方的奴隶 前面我们几讲有稍微提到 所以为什么要成为奴隶呢 成为奴隶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不是真的说 我这个绑手手铐脚铐脚疗这样子 而是说 英文NIV版本翻得很好 他是说 Serve humbly in love 多了一个humbly这个字 humbly就是谦卑 我们真实谦卑地来服侍 在爱中以谦卑来服侍 这是我发现说 在教会里面服侍 一个得胜的秘诀 这个是最好的招数 但是也是必要的 我们要在爱中谦卑地服侍的时候 是要怎么样来彼此看待 我们是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当我们愿意带着这样子的眼光的时候 我们的服侍就很不容易会有冲突 我们的服侍就能够真正地 彼此同心地配搭 因为我们知道 对方在 还有我们所有服侍的同工里面 神看待每个人是宝贵的 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 我们配搭起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是彼此可以配合的 而这样子的事情呢 正就是主耶稣他的心意 正就是主耶稣 他自己在世上的时候 那33年的时候 他也做的事情 他就是用爱心来服侍我们 他自己就是那个最伟大的 爱神 爱人 还有服侍人的榜样 基督在地上那33年的时候 我们看他整个那一生的过程里面 他从来不为他自己 他都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 做每一件事情 他选择了一个什么 完全地服侍别人的人生 耶稣也教导我们 同样 他自己示范了 他也教导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去服侍别人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一下 耶稣所说的话 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 但是我先说明一下 这一段经文 它的前后文 这一段经文的前面是什么呢 是有两个门徒 他们的妈妈母亲呢 刚刚来拜托了耶稣 说夫子啊 这个我的儿子 希望我这两个儿子 将来在你的国 你建立你的国度的时候 请你让他们在高位 意思就是什么 请你让我的两个儿子做官 求官职 而且是越高越好 就在你的左右手两边 那结果呢 这些话 这个两个门徒的妈妈的话 被其他十个门徒听到了 你看那个反应是怎样 那其他十个门徒 在气得不得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要当头 门都没有 你排牢几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吵 在那边彼此生气 那我们来看 耶稣在那个时 当下他说了一些什么 在《马太福音》20章 我来读 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 你们知道 各国都有元首 统治他们 也有官长管辖他们 但你们中间 却不要这样 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 就要做你们的奴仆 谁想要在你们中间为首的 就要做你们的奴仆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来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书架 耶稣说的 跟这些门徒 还有那个妈妈 心里面所想的事情 正好相反 颠倒过来 他们说 你们谁要当头的话 你们就要做仆役 就要做仆人 要服侍人 耶稣在告诉他们说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权力 跟你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跟你们人类社会里面的 那个权力结构 跟你们怎么运用权柄 跟你们做领袖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各位注意到 耶稣说什么 一句话 他说 你们中间 不要这样 在这里 黄色字我标记起来 特别的提醒这些门徒说 你们跟我跟了这么久 我告诉你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 别再吵了 别再争认谁为大了 主耶稣在这里 他要呈现一个强烈的 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在这里 是怎么样呢 社会是这样子的 在社会上做头 你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不对 但是耶稣说什么 我偏偏就要你 不要这样 我要你这样 而且这样是在下面 这跟这个的对比 你们要做众人的奴仆 仆役 你们要谦卑地服侍彼此 服侍众人 主耶稣这一句话 这一段话 是一个扭转人类历史的一段话 是一个翻转人类社会 还有人类有史以来的权力结构的一段话 这个教导是什么 因为这是跟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完全上下颠倒的 在世界上怎么样 我们看到那些有权的人 他们用他们的那个威严来压过所有的人 来制服他们 但是耶稣说 如果你们要当头 你们谦卑地服侍众人 你们要当众人的仆人才行 而主耶稣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做了 他亲自做了最好的那个示范 我们看这个第28节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书家 弟兄姐妹 主耶稣是来做王的 他是神所高利的尼赛亚救世主 他是以色列的王 也是世界的王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来做王 他要来服侍我们 而且服侍到一个极大极深 最大的一个程度 他要连自己的命都牺牲了 这是他做王的方式 感谢神 而早期的教会 就真的非常地照字面上的来 解读主耶稣这样子的教导 他们爱主 爱到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 他们是舍命地在服侍 就是早期的教会 在罗马时代的 他们知道教会就是要来服侍人 就是要来帮助人的 这是给予 而且是给予非常实质的一些帮助 我告诉你 2000年前或是1700年前 要是有人失业了 就是哪来的什么社会局的补助 哪来的什么失业救济金 哪来的什么饭票 可以去领餐 没有 你生病哪来什么医疗保险 没有 那时候人命不值钱的 很可怜的 那个时代的信徒 他们就是去帮忙 他们去给吃的 给喝的 给穿的 你生病就到你家里面来照顾你 是这样子的来服侍 这样子的来陪伴 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 弟兄们 你们知道斯蒂凡一家人 是亚盖亚初洁的果子 他们专心地服侍圣徒 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 和所有与他们一同工作 一同劳苦的人 斯蒂凡 福图拿都和亚盖骨都来了 所以我很快乐 因为他们补上了你们的不足 使我和你们的心都得着畅快 这样的人 你们要敬重他 我们看到了 当时代所谓的这些信心的英雄 就是那些完全全心全意 去服侍别人的人 当时教会是什么 就是以服侍组成的 在老百姓当中 当时的社会对教会的认识 就是一群服侍别人的人 在第三世纪的罗马帝国里面 有一次很大的瘟疫 在公元260年的时候 有一个文献上面的记载 记载到说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这个大瘟疫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是亚历三佐 或是亚历三大 在埃及的大城市里面的一个主教 教会的主教 他的名字叫Dionysius 那Dionysius的写的这一段话 其实我去年十月 在我们的星期五的晚上的讲座里面 有讲过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 你来过你就看第二次吧 那我在这里再分享一次 我们看这个Dionysius大主教 他说什么呢 他说大多数的弟兄们 展现了无限的爱与忠诚 他们从未顾虑到自己 只顾及别人 在面对危险时的无惧 担负起照料病人的重任 顾及他们的每一样需要 在基督里服侍他们 在满足的喜乐中 与他们一起离世 因为他们在照料灵里中的病患时 也因此感染了瘟疫 他们甘心乐意地接受这痛苦 许多人也因着看护与医治病人时 被传染 死亡便传到了他们身上 我们许多最好的弟兄姐妹 因此失去了性命 当中有许多长老知识 和众多的弟兄姐妹 这是因为他们的高度敬虔 与坚定的信心 依我看来 他们的牺牲 从任何角度看来 都是英勇的殉道 一百年之后 我们看到了罗马的皇帝 他是一个非常讨厌基督徒的皇帝 他又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到处抓 到处审问 能杀就杀 他写了一封信 给罗马神庙里面 给加拉太的那个罗马神庙 罗马的神明 那个庙里面的祭司 信中有一段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来看 当我们的祭司 都不理会穷人的时候 那些不敬虔的加利利人 却做到了 他们伪身于善行 那不敬虔的加利利人 不只是攻击了他们自己的穷人 也攻击了我们的穷人 而所有的人 都看到我们自己人 不攻击自己人 也就是这个尤利安大帝 他在抱怨 罗马神庙里面的那些祭司 在加拉太这个城市里面的 罗马的神明 他说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不敬虔的加利利人 就是他 因为加利利人指的就是基督徒 为什么指他们不敬虔 因为他们不拜罗马的神明 这些不敬虔的加利利人 他们拜基督 然后他们攻击穷人 他们对穷人很好 照顾他们 给他们东西吃 给他们东西穿 邀他们来住 可是我们自己的神明的那些庙里面的祭司 完全不理穷人 根本不屑 然后百姓就都往那边靠了 所以这个尤利安大帝就是做了这样的抱怨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 当时的基督徒 当时的教会 是多么的愿意去 甘心乐意地服侍众人 在自己的城市里面 去做那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他这封信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是在跟那个祭司说 你真丢脸耶 你连这一群土包子 这个草包门 这些地方上的老土 你都比不过去 因为他一直很想要打压基督教 但是我们看到 当时的基督徒越来越多 当时的教会跟基督徒 越来越受老百姓的敬重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看重主的话语 把基督的教导 就是跟这个社会完全相反 这个领导的人的这个道理 也就是我刚刚讲 这个上下颠倒的这个道理 这个权力结构 把它给身体力行地活出来了 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活在他们的城市里面 基督徒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说话 大家比较愿意听啊 因为大家觉得值得听 有可信度 可以信赖 我们来看一下说 当时在埃及里面 一位教会的领袖 他是怎么说的 很有名的亚塔纳修 他说 我们成功地说服众人 因为人们是先信任 他们看得见的事情 然后才理性上 信理性上的那些辩论 所以亚塔纳修也是 当时埃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领袖 他们先用他们的行为 来证明所传的道 先用行为 先用大家感受得到 的这些事情 然后才去讲道理 那就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心里面想说 哎呀 牧师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我去殉道 是不是 你要我做劣势吗 你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没有 我没有要你这么做 那是特殊的这个护照 你没必要 故意去寻求殉道 好吗 你在北美这种环境里面 可能你想要殉道 都还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的是什么 是这种所谓的 殉道里面的这种 牺牲的精神 愿意的精神 我是要来强调 我是要来鼓励大家 这个服饰的重要性 我要表达的是 初代 人家说早期的教会 给我们这种 服饰的榜样在这里 是一个什么 甘心乐意 做众人仆人 这样子的一个服饰的榜样 所以我们既然称为基督徒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来效法基督 基督是完全涉及的在 服饰众人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有二 第一是在教会中 我们来彼此的服饰 第二 在我们服饰 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 所处的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地方的一些社群 神把你放在你的家庭里面 放在你的职场里面 放在这个教会里 放在你的社区 你的邻里里面 放在麦迪逊这个城市里面 有他美好的安排跟意义 绝对有他的意思 那我们怎么去服饰 我们身边这些人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谈 但是今天我们就谈 今天只谈教会中的服饰 那我们教会中 有庞大的服饰的需要 这么大的一间教会 我们还需要非常多的同工 我们还有很多的服饰 现在还是缺乏人手的 我们确实怎么样 需要彼此的服饰 因为我们是属于彼此的 我们来看摩罗马书 这里有清楚的教导 就像一个身体 有许多的肢体 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 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身体 也互相做肢体 那我后来就发现说 这一段话 中文圣经的版本里面 有另外一个版本 翻译得比较好 把原文的意思比较贴切地翻译出来 在中文标准译本里面 它是这样子翻的 所以它那个黄色的字的部分 它是这样写的 而且各个部分都什么 彼此相属 彼此相属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你跟我 我属你 你也属我 这叫彼此 彼此相属 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彼此相属 所以各位你看我 如果我这边一颗苹果 我要吃这颗苹果 我的手必须要伸出去 我的手指头必须要抓住它 我必须把它拿回来 我嘴巴必须要张开 我牙齿必须要咬下去 就连吃苹果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好几个身体的部位 统统都要 大家彼此配合才能够去完成 不是吗 必须要靠什么 大家通力合作 我们教会的服饰 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彼此搭配来合作 这是教会里面绝对 免不了需要的一些事情 那你就说 那我要配合什么事情呢 我要配合哪里呢 弟兄姐妹 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 我们学习听身体的需求 我们学习来看身体的需要 我们愿意主动去听 我们愿意主动去看 我们就越来越知道 身体哪里有需要 我们慢慢自然就会知道 然后你看到的 你就愿意去帮忙 然后你就越来越知道说 更深入的需求是什么 那总之呢 我们学习先投入服饰看看 感谢主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 不只是在我们花一部服饰 在整个大教会 在英文的很多的这个地方 也在那里中心的服饰 日复一日 周复一周 年复一年 感谢主 我常常在神面前感恩祷告说 花一部真是有一群 尽忠忠心的弟兄姐妹 在那里摆上 感谢主 那我要先讲这个服饰上面 我自己的一个故事 我以前在加州 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 我加入了教会的师班 然后我加入这个教会的师班 在那里学习用米南语 这是我的母语 唱诗歌 然后其实呢 我唱南低音 声音低不下去 真的要低的时候低不下去 所以我就跟大家去唱那个 就被分配到那个南高音 可是唱到真的很高音的时候 我又会走掉 然后我看五线谱又看得很痛苦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 可是不太记得 有时候哪怕是看对的 可是实际唱出来 又是错的 所以就是唱得真的很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我说隔壁老兄音很准 唱得很好 他唱什么 我就跟着唱就对了 慢他那个十分之一秒 这样子声音出来 就可以了 就这样勉强混过去 我也在师班待了这个半年 如果就是 所以就这样子 勉勉强强的过去了 那我也唱得很开心 虽然唱得不好 但是如果今天 你叫我上来这边唱的话 我今天来带师哥的话 唱到高音的时候 各位你可能要去厨房 拿那个鸡蛋跟番茄来丢我了 所以我唱诗班唱了半年 可是有一天 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在教会的主日崇拜的时候 上面的领会在报告 然后他报告说 七八年级的学生 需要一位主入学的老师 那我就心里想说 哦哦 七八年级的学生需要老师 可是 上个月不是才报告过吗 不对 上上个月也报告过 说七八年级缺老师 怎么一下要 一下又不要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我就去问了一下 其他同工 然后其他同工 结果告诉我什么 嘿呀 Charles啊 我告诉你 来了一个 结果做不下去了 又来了一个 一个礼拜 一次就说 不干了不干了 那些同工都知难而退了 没有一个人 做超过三个礼拜的 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全部都怎么样 受不了七八年级的学生 后来我就想 这样也不行啊 对不对 青少年时期 最宝贵的 你可以把福音 你可以把神的话 带给他们的 可塑性最高的 那个年龄之一 我们如果错过了 真的是很可惜 所以我就 就想说 哎呀 我就去跟 初学校长 就是主动地说 那可以让我试试吗 他说好啊 太好了 终于有人了 我就去了 结果第一天怎么样 我踏进教室 面对这群 七八年级的学生 不到十秒钟 我都觉得 我快晕倒了 吵得不得了 然后我就觉得 整个屋顶都快要掀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一直在那边 打打闹闹的 有几个男生在那里 七八个男生 然后呢 还有几个 在这边打来打去 垂来垂去 踢来踢去 然后其中还有三个 拿着吸管 互相在吐口水 然后拿那个纸屑 卷起来 然后就丢 然后那个教材 这个圣经的课本 也可以丢 圣经没丢 那其他东西 全部都在互相扔来扔去 大家在那边笑成一团 根本没有 次序可言 后来呢 我就进去 我就说 我就用这样的 方式讲说 各位同学 上课了 请大家翻开 第七课 我们今天看 耶稣招门徒 然后终于两三个人 离我 稍微看一下 然后他们就 稍微安静一点 可是自己还是 私底下都在讲话 然后呢 就变成怎么样 我就说 然后我就念了 那段经文 然后说 这个Andy 你觉得 刚刚这段经文 耶稣要招他的门徒 是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装傻 装都没听到 那Kevin 你觉得 刚刚这段经文 是什么意思呢 I don't care 干你 就说 关我什么事 就这样子 所以 那天我说 好好好 那就是 我一个人在 这个唱独角戏 没有人理我 就这样下课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课 下课之后 我就去跟校长说 校长 救命啊 这是什么状况 他说 你再试试 你再试试 好 我说 我再试试 然后 那一礼拜 我就在那边祷告 在那边祷告 在那边祷告 下个礼拜呢 我从 家里面 我在厨房里面 我就带了道具 准备要去上课 我进了厨房 我拿一个道具 然后 那天 我就 下个礼拜 我就走进教室里面 我就说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把课本 全部收起来 今天完全用不到 今天我们要来演一出戏 演什么戏呢 我要让今天的时空 倒转到两千多年前 让各位体验一下什么 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祭司 献祭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哈哈 来 谁来当祭物 我们来演一下 然后我就 从我的一个很大的袋子里面 他们到来看 抽出其实就是一把 我厨房里面的中式菜刀 绝对剁鸡剁鸭 绝对没问题的那种 然后呢 我说 来 谁上来当祭物啊 快点啊 谁上来演肥牛赌一只啊 没人吗 每个人都 我看你 你看我 就后来里面 就是比较当领袖 那个人 然后他就说 他他他他 让他去当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 他他他他他 那后来就是没有人自愿 那我就说 没有人自愿上来是吧 好 那Andy 你 你 你来做祭司好了 你不用做祭物 我来做那个 老师当这个 献祭的那个老百姓 然后呢 你来接受我的祭物 然后你把那个肥牛赌献上 所以我刀给你 你来拿 这样可以吧 然后那个 Kevin 你 你来当这只肥牛 然后我说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好 我说 主耶和华 我诚心悔过我的罪 求你赦免 然后祭司 我说 导致就准备好 我说 然后我就说 砍 给我使命的砍 然后其他男生 就是全部大叫 砍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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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 全场都很轰动 他们就很高兴 那那次之后 我大概 两个月以内 每次都要这样子 虎稿虾稿 每次上课内容 那个课本全部丢掉 然后就这样 虎稿虾稿 最后感谢主 半年之内 我说什么 他们全部都听我的话 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 厨房打饭什么 他们都来 所以那个经验 对我来说 是一个 虽然是虎稿虾稿很多 但是给我 很大的一个鼓励 神让我体会到说 原来教会里面 虽然我不是那么适合 这样吃班 但是有我做得来的事情 这也让我有很多 不少的成长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很认真祷告 我天天一个一个提名 为那七八个 七八年级的男生 一个一个在主面前说 主啊 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连理都不理我 求你来 自己感动他们的心 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你 所以我经历到什么 神真的是一个 听我们祷告的一个神 神亲自在这些 孩子的身上动工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一点 就是说一定有你能够做的服饰 一定有适合你的服饰 可能你不一定 马上就找到 但你多试几个 可能你就会找到 我真心盼望 大家都能够在教会里面 找到合适的服饰 但是我也先警告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服饰不是完全的 没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服饰是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们会被服饰 搞得很沮丧 有一个很大的警告在这里 因为这个我们 就是教会本身 是人组成的嘛 那人我们都是什么 蒙恩的罪人 我们不是完美的 所以教会当然也不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会碰到 不适合我们的服饰 我们会有点受伤 我们也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 可能是我们服饰的对象 对我们不好 有可能是其他的同工 我们跟同工之间 有一些摩擦 有些误会 没办法 人就是 教会就是人 主神的 但是 感谢神 虽然透过有时候 这些误会 摩擦 还是 这些我们觉得 不开心的事情 或受伤的事情 但是神能够透过这些事情 让我们 磨练我们 变得更成熟 更合乎他美好的心意 这就有点像什么 我唱诗班的时候 我老是唱不好 对不对 我喜欢唱 可是还是常常唱错 对不对 那个感觉很讨厌 然后我就觉得 对我旁边的人 老兄很不好意思 他每次听我唱错 可是透过这个诗班的经验 我就知道 我虽然不适合 那我就不用勉强 我可以再找别的事情去干 就好了 也有点像什么 我带七八年级的那些男生 那头两个月一样 对不对 刚开始头两个月 我觉得 我招谁惹谁啊 七八年级的弟弟们 这个乡间和太极 那个时候 我头两个月 我都是这个感受 但是神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让我更成长 不是吗 让我更懂得倚靠神 让我更多地为这些弟弟妹妹们 好好地来祷告 弟兄姐妹 服事 哪怕是服事中的挫折 也是我们什么 成长的那个途径 所以我在结论 下结论的时候 我要特别 请大家记得一点 就是我们刚刚最前面 看到这个循环 我们好好地再来看一次 当我们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服事别人 而我们自己 也因为这个服事 我们自己就得到了更多的成长 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一个属于灵性的 这个良性的循环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服事你 让我们可以来 做你的儿女 在你的家中 为你做那一点小小的事情 做让我们的生命 做一个活水 让我们不要做一个 静止的一滩水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生命 流露出来 求你天天地浇灌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你的爱 让你的公义 让你的恩典 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 主啊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